來住宅區抓人囉 大家應該都回家了 通通抓起來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集合啦 村民生人會第17集 上一次呢 我們終於成功做出了一個姊妹村莊 那今天又是一個早晨 非常適合綁架 我們今天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商人在哪邊 要來了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有沒有遊牧民族 昨天居然來了三個耶,超多 在我們人數這麼多之後 要找到這麼多遊牧民族比較難 所以我們才會蓋一個新村莊啦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有收購很多肉跟羊毛 我的肉不曉得夠不夠賣耶 我的肉應該半組應該都不到 因為肉大家也會拿去吃 這邊有12塊豬排 然後牛排剩2塊 牛是比較少啦 那胡蘿蔔開始種出來了 然後肉類真的不多 他們吃的消耗量也是蠻大的 不是啊,就跑到倉庫裡來耶 這邊看起來人賣的好像只剩下 雞蛋了 這邊呢,我們稍微賣一點雞蛋好了 雞蛋雖然這邊只剩下一塊錢 但我們雞蛋如果拿去我自己的出貨箱 也是16個可以賣一塊錢 但我賣給商人呢 可以重置一下其他的價格 像是我們這個山木啦 之後價格可能會恢復 然後還有這個甜菜 總之就是多賣一點其他的東西 雖然這個很虧啦 所以一塊錢加減換 那換這個其實也有經驗值耶 漸漸會增加的 那我們只好再出去貿易了 我們現在身上一大堆東西 很難交易啊 這邊來看一下我們的姊妹室 已經有遊牧民族來了 已經三位在這邊等了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適合我們家的人呢 拔木工 再來一個 誒啊,誒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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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麼進去了 誒,誒,他怎麼還會進門 誒,還沒有召喚你啊 這個沒有職業好像還好 哇,其中只有一個比較高等 是11級的守衛 守衛是可以多帶幾個儲備啦 儲備人員,好不好 儲備幹部就一定是你了 那其他都是無職的 還好 我們可以再等明天 誒喲,這邊來到一個好詭異的地方喔 這個有很多荊棘 這是,誒會刺,果然會刺 然後有很多暗影幕 這邊非常的危險 誒,怎麼有人受傷了 Nomade Nomade是 啊,Nomade是 啊,Nomade其實是那個游牧民族吧 誒,等一下為什麼 誒,有什麼凋零的花等等 有東西會讓我凋零誒 痛喔 然後一直有游牧民族刺到 一直受傷 這裡怎麼那麼危險啊 有凋零,不知道哪個東西會凋零 應該是什麼某種植物會有凋零效果吧 這凋零效果好久喔 這種地方沒辦法住人吧 這裡也沒有村莊 我們要找一下遠方的村莊 喔,有了,那邊有一個 我看到游牧民族了 應該是這個人在受傷吧 剛剛應該是這個人 一直在被刺到 對,就是他 那能力還好 這個遠方的村落 我好像有來過 誒誒誒誒,這裡怎麼那麼多鱷魚 等一下你們村莊旁邊怎麼一坨鱷魚啦 我今天狗狗沒有帶出門啊 一大堆 來囉,烤鱷魚囉 烤鱷魚 直接燒光光 還有你 烤鱷魚 好,他們死了沒 血有夠多的 火烤鱷魚就是美味 還沒死欸 喔有了,死了死了死了 還沒死 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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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死了死了死了 欸狗狗也是越咬越痛了 這邊都死了嗎 那死掉都會翻嘟嘟 還蠻可愛的 那咬人真的好痛喔 欸這邊又有一個引游師人欸 我也許可以再帶一個走 來,綁架 這個等級看一下 等級只有1 但 加減啦好不好 綁 呃等你吹完我再綁架你 有沒有很忍遲 那這邊 欸出來了嗎 這麼快 問題還在吹一陣子 好啦,綁架 再來就是這邊的農夫 很多 這些農夫就是 我們上次已經綁架過4、5個 農夫了應該夠了 再來這邊的商人 那我們現在有的基礎素材賣一賣 應該還蠻多的叢林木有 這邊大概可以再賺個20多塊錢 然後馬鈴薯 我們這邊生的馬鈴薯也可以賣 這邊要賣錢只能先賣生的欸 雖然烤熟效率也比較高 但能收購的商人太少了 OK 這樣我們又有64 不夠多 我們要蓋學校 或是怎麼酒場還是不夠多 但我想如果要讓商人收購烤馬鈴薯的話 應該這個村莊只要有一個廚師就可以了 就有機會他會收購 所以也許我們可以在姊妹室呢 就是專門當一個廚師 雖然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他煮 那有一個廚師 我商人也許就可以收購烤馬鈴薯 然後我們姊妹隔壁村莊 都可以用這個方式 算是一個投資啦 我記得廚師大概5、6塊 應該不會太貴 那總之他只要可以讓我賣的話 這馬鈴薯可以賣個好幾輪喔 可以賣好幾次 我們試試看吧 不過這個村莊比較遠一點 所以我們之後等回家 然後我們現在先再去找新的村莊 回家再來試這個方式 哇 話說這邊好多氣餌喔 這邊又到北極熊跟企鵝的地方了 企鵝會不會掉東西啊 喔 雖然有點殘忍 但是我們要狩獵企鵝了 狩獵企鵝中 咬他 企鵝 欸他剛剛 喔氣餌會反擊耶 他剛剛有打我嗎 咬他 怎麼咬到他 欸死掉死掉 喔他會 側躺耶 氣餌 欸 氣餌釣雞肉 欸不過氣餌確實是情類啦 他是釣雞肉那還算正常 比鱷魚釣牛肉還正常許多 好不好 這是釣雞肉耶 這個 會釣三塊肉耶 他的肉還蠻多的 一般雞才一隻 喔有了 這邊找到一個 山上的村莊 喔 一直摔 找到一個 沿著這個山崖 哇 是石頭村耶 各種石頭磚 那來看看喔 這裡的 儲物間 這邊 先來拿 每次的儲物間都是散散的 好 來 偷綠寶石時間又到了 因為我發現我上個村莊忘記去拿綠寶石咧 然後還有他們的鐵匠鋪 喔有鑽石馬鎧耶 寵物盔甲 但我的狗狗呢不知道能不能裝 應該是不行啊 那現在呢 吃各種的肉呢 他的寶石度都超低的 如果只是普通烤熟呢 他也只補一格 然後 超級少超級少 跟吃馬鈴薯 比吃烤馬鈴薯還少耶 所以這要做過特殊料理 麵包反而比較多 因為這邊麵包的做法有點不一樣了 這邊是從麵團做出來的 那麵團的材料就比較麻煩 要麵粉、鹽跟水 才要揉出一個麵團 但他這個烤成麵包之後 再拿去烤又變成吐司 這個超級不合理的耶 為什麼麵包 可以烤變吐司 總之這邊呢 我們就是要大量的做各種料理 那這個雞呢 我們可以做成絞肉 這邊需要研磨雞 那做成絞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更多更多料理 看一下有沒有比較簡單的 欸這邊這個可以做成香腸 可是香腸還要鹽跟咖哩粉 咖哩粉要咖哩葉 哇這個要再另外種 還要磨成咖哩粉耶 那這個要用水跟這個鍋可以煮成鹽 真的是非常的講究 嗯...好像沒有比較方便做的 都是要...至少要有咖哩粉耶 豬肉、香腸 各種肉的香腸都有 這邊找到一個比較簡單的烹飪方式 就是做成漢堡 這個補的好多喔 這需要一個平底鍋 平底鍋用磚...磚頭喔 我好像沒有任何一個磚頭 我要去挖一點泥土 這邊多挖一點好了 之後如果我們要快速方便做建築的話 會用到很多的紅磚 所以我們把這個都燒成紅磚 這邊的連土加骨粉跟染料 居然可以變肥皂耶 等一下肥皂可以幹嘛 肥皂可以做成肥皂水 肥皂水超級肥皂水 不是啊 我要肥皂水幹嘛 啊...要洗手 現在吃飯前大家請記得洗手 好不好 多洗手多洗手 然後我發現它可以把馬鈴薯做成麵粉 啊麵粉又烤成麵包 所以它是馬鈴薯麵包耶 我這邊真的好想蓋一個廚房 因為它這邊好多料理要做喔 這邊要做很多的廚具 那我們這空間一定不夠 我們要再擴建出一個廚房 等等等等 我想我還是先賺錢就好 我先簡單做個漢堡好不好 用磚頭做的鍋子 可是做出來看起來是像鐵一樣耶 鐵一般的鍋子加吐司跟牛肉 就有三個漢堡可以吃啦 欸不對啊這樣是怎麼加熱的 我拿平底鍋跟食材放在上面 就變成就熟了耶 就做成漢堡了 真神奇啊 那接下來我們要蓋酒吧的話呢 要八個綠寶石磚 72塊錢 嗯...我可以買 但是有點貴啊 這邊還有買學校是56塊 我們還有什麼沒有買 呃...該買的大概就是這兩個 還有...鐵匠鋪也還沒買 這樣要買齊的話 至少要160幾個綠寶石耶 然後還有像是這個警衛 這個是還好啦這不一定要 但是均勻的話也是需要的 但這個也是後期 所以這邊要存錢一次換的話 好像有點困難啊 但是呢 我又有一個大膽的想法了 如果我們在前一個晚上 把所有的村民 全部用這個網子抓起來 然後...就是先抓起來 就是這個村莊變成無人的狀態 那這個市價...價格 會不會恢復到一開始的樣子啊 一開始我記得只要...五十幾塊吧 這個酒吧 價格應該會降低十幾塊錢以上 所以這個方式也許可以換到很多好東西喔 可以省很多錢 但我們現在村民那麼多 要全部把它網起來的話 材料會用到很多鐵 這邊我可能要自己再挖點鐵 那史萊姆球倒是可以很多 沒問題 所以等一下我先自己去挖點礦 那我們上次的熊爪已經熟悉到五個了耶 我們可以做它的...超高速的熊爪鎬 到底有沒有用呢 來試試看囉 然後把這個雞舍呢 在雞窩下面放個漏斗 它這個蛋好像會漏進來 沒有問題耶 所以我這樣只要一個雞窩就夠了 這樣其實我可以自己再...養一坨雞 這邊要講求效率的話 又要一個藏無人道的這個...養雞蛋雞場 那...一個範圍可能要十幾隻雞 喔小雞跳出來了耶 可能要十幾二十隻雞 然後讓我們一直藏蛋 那這個蛋...我們也可以讓它放木一點 因為我們有這個...雞窩的話可以自動收集 就比較簡單 那我們家的商人呢 馬鈴薯又可以賣了 然後...三木...欸價格有變高耶 原本只有兩塊 再來就是麵包 我這邊準備很久的麵包 可以賣一坡了 這個麵包很賺喔 這邊有三十二塊 喔好多喔 轉著轉...棒 這樣五組麵包可以賣四十塊 很棒 再來就是木材...好蛋糕 蛋糕我這邊還做不出這個... 綠色的字 這邊材料真的太多了 它現在有點容易混在一起 羊毛好像還差一組 羊毛要湊滿五組的話 有點難 目前是四組 在努力中 然後自從有遊牧民族之後 不曉得現在大家的心情怎麼樣 欸好像還蠻高的耶 以前的心情大概都只有零 零...大概只有零 但我已經很久沒看到他們不開心了耶 哇這個...獅人好強喔 開心值居然可以這麼高 因為農夫其實最... 最容易不開心了 他的工作量最大 其實這個...唱歌很強耶 大範圍的 他只要有音樂 就是大範圍都可以增加快樂值 家超多耶 哇幾乎大家都是快樂的 啊這個太擠 我們這個儲藏室 我在想要不要再多蓋一間耶 這裡一間 然後廚師那邊再一間好了 也許他可以在那邊比較快的去放東西 好的那這些都需要鍋 我們需要更多更多的鐵 唉唷他在... 深層礦物了耶 唉唷他在死法了 成功了嗎? 欸?這樣就成功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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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變嗎 唉唷 唉唷有欸 他射到這邊來了 會怎麼樣 喔喔喔喔喔喔喔 他讓石頭往前推 不對啊 都是石頭啊 喔喔喔喔喔 可是怎麼只有石頭 喔喔喔喔喔喔 我肚子餓了 司法失敗累了 我吃一個馬鈴薯可以補到 三、四十欸 我看他可以把這個礦道真的 整條重置欸 啊但是重置之後 怎麼都只有石頭沒有看到鐵 還是礦工挖一挖 也許那個石頭看起來會變成鐵 不知道 那我來挖這個 欸沒了欸 他就是蓋到這邊來 喔喔 不曉得之後挖會不會再看到鐵 也許比較深的地方 他有變出鐵來吧 那我的這個熊爪鎬 挖起來速度好像是蠻快的啦 真的是蠻快的 然後這邊有鐵 我看一下喔 速度真的是有快喔 但他挖的東西不知道我得可以挖到什麼 不知道能不能挖出鑽石來 嘿 聽到枯弓的聲音 沒關係 我們去 我直接去礦坑好了 廢礦還是蠻好挖的 廢礦在那邊 我要下去囉 而且用這個熊爪敲人好像很快欸 你看攻速幾乎是 無冷卻欸唷好多 無冷卻的 敲不到 喔喔喔喔 蜘蛛 可憐蜘蛛 雖然用這個敲有點浪費 但他幾乎可以連點 欸唷 毒蜘蛛 好近 喔 我們丟咧 毒蜘蛛 這邊 衝衝衝下去 衝衝衝衝衝 好 毒蜘 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我就把它敲掉吧 嘿 喔怎麼那麼難敲 我那個鎬子不是鎬子欸 我的熊爪 鎬居然不是鎬子 敲不太掉 嘿 欸好像有寶箱欸 我是不是看到礦車在裡面 喔喔 還好 還好我剛剛吃的漢堡 飽食度普通很多 燒燒燒燒燒燒 好結果沒有寶箱 只是柵欄看錯了 這邊我們順便回收一些線 然後下面還有路欸 好像我們這個熊爪鎬 它是可以當 斧頭 然後鏟子 跟這個鎬子都可以用欸 它是算是萬用的 但它挖捲能力 它可以挖到黃金 但鑽石不知道能不能挖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鑽石了 然後剛剛敲掉生怪磚 掉了一個碎片 這個碎片只要有 喔 只要有八個 中間好像是用一個網子抓任何的生物 然後再加這個碎片 就可以做成生怪磚欸 哇喔 可是要至少我們要找到八個磚 才有這麼多碎片 因為這碎片做不出來 所以至少要敲壞八個 也是蠻難的 那 這裡的 喔有寶箱 欸我之前有在礦坑找到寶箱嗎 附魔書擊退還好 欸鑽石 欸找到鑽石 欸 為什麼我這裡我有插火把 還有找鑽石奧總沒有挖 是我之前沒有鑽石鎬嗎 奇怪 為什麼這裡會插到火把 這裡我來過 這裡我一直往不同的路線挖過來的耶 神奇 這個我可以挖嗎 來試試看 欸可以耶 熊爪鎬是能挖鑽石的 喔讚喔 等等喔 我們先小力的挖 好多喔 讚 讚 有了 挖起來 總共有六顆鑽石 之後還是先做個附魔台 然後看一下還有什麼要做 裝備我覺得先不用 我們不太需要打怪 那大型動物這個 這個做出來有點浪費啦 這個太浪費了 或之後呢我們做出這個 辛西娜鑽石鎬 這個用鑽石升級好像也還不錯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礦工湯 各種礦物全部加進去加個腐肉 這是什麼 它是最高階的食物 可以補充13個飢餓度 還有31個飽食度 這個吃下去不知道飽到什麼時候耶 可是要吃一個鑽石 裡面最貴應該就是鑽石 吃一個鑽石大概飽三天 好像也還好 對嗎 自己吃一些其他便宜的東西 這邊還有回力標可以玩耶 但這個鑽石之心 卻沒有合成方式 應該是要開寶箱開到吧 好啦總之鑽石有很多很多的用處 這邊先留著 然後我們先把附魔台 或是鑽石鎬 應該不需要吧 因為我們現在大量挖掘 所以鑽石鎬這個效率就還好 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東西 等一下那是什麼東西 這個 那奇怪 呃? 那奇怪的生物是什麼 是 呃? 消失了 它是什麼小偷嗎 欸?還是什麼吸油 打掉會有吸油寶物的 它看不到是什麼東西 我應該打打它的 好可愛喔 很像老鼠 然後頭上好像端的什麼東西 這個嘛 第一次遇到 錯過它了 好 這邊我們大概挖得差不多了 目前已經挖了大概 三組的鐵了吧 應該跟我們用很久了 我們先回去吧 喔?回來之後 今天又有遊牧民族耶 這個是 喔廚師 等級還蠻高的 這個抓一個備用好了 料理人現在有三個吧 因為我人口之後變多 應該還是需要更多喔 總之遇到好人才都把它收集起來 那它有跟我說呢 用書對這個 點右鍵 這邊可以看到村莊的資訊 然後還有各種的結構數量 喔?不過這都是英文的 而且字有點小耶 我看一下 我想看一下人數而已啦 目前村莊有16個人 男性有11個 女性有5個 這個性別非常的不平均 再來就是它的名字跟職業農夫都有耶 為什麼這是採決無人機 聽起來好強喔 這什麼職業 等一下這隻是誰啊 為什麼它叫採決無人機 應該是那個礦工吧 那等級 哇!已經有人80級了耶 這邊它的技能等級滿是100級 這個農夫超級資深 80級的農夫了 這邊還可以看到各職業的資訊 還有它的家是哪一個 好方便喔 可惜這個沒有中文化 然後字小了點 不過可以這樣輕鬆的看到 所以村莊16個的話呢 我們要做出8個網子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網上 把所有的村民全部收納進來 然後呢一去抓起來 欸? 這網子怎麼跟我疊加在一起 等等 然後會不會合成出BUG了 它怎麼疊加在我一個破碎的網子上 可能那個網子已經破碎掉了說 這邊呢 我們趁著網上全部把它抓起來吧 來住宅區抓人囉 大家應該都回家了 通通抓起來好不好 這邊這邊 我們現在有 剛剛看一看有8間房子耶 然後每個是兩個人住 欸啊這邊 欸啊這個人喔不見了 少一個 OK這邊把全村都抓起來了 我們來確認一下 這邊確認沒有任何的人 那代表這兩隻真的不算村民的人數耶 我目前抓了16隻村民 所以這兩隻確實不算村民 它其實有點像 村長的感覺 這個建築師 這應該算是外圍的商人吧 好他們算商人不算村民喔 那目前價格還沒有變動 我想應該是明天才會做一個改變吧 好的那我們這集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到底這樣子結果會怎麼樣呢 可以用這方式來降低價格來殺價嗎 我們就下集帶去囉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系列呢 別忘了按下喜歡囉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 掰掰 咪我進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